其實園區最重要的競爭力 其實在於它的產業聚落 讓這些新的能量能夠加進來 也就是說 讓源源不絕的新創的活力 能夠加注在既有的產業聚落裡面 讓它更往高質化的一個方向發展 創造出更新的一個產品 我們南科定向育成這個計畫 從去年開始以來 去年參加的廠商有四家 今年已經成長到九家 我們南科園區其實有兩百多家的廠商 再加上周邊的企業 其實有超過上千家的廠商 我們都希望這些企業 能夠共同來加入這個南科定向育成的計畫 提供我們的新創團隊相關的一個指導 相關的一個輔導 甚至告訴他們 可以往什麼樣的方向發展 在定下育成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叫做成熟企業跟新創團隊的合作 整個的過程其實就是希望 透過大手千小手 形成一個開放的創新生態系 我們給的資源不只是大企業的資源 更重要的是協助新創的CEO們 他在面臨市場要逐漸擴大的時候 這經營管理的新民素質 這樣對於整個產業巨肉的發展 其實會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也會可以讓產業增加新的活力 有了南科這樣子大力支持 這個創新創業這個平台的產生 讓南部的產業能夠往更高值的方向發展 其實精神銀行的話 他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去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些新創產業的技術 那也希望能夠給新創產業一些機會 可以讓他們能夠有未來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我們的設備其實現在快速競爭 我們要需要那個時間點 所以我們導入新創公司 可以把我們的開發時間點縮短到最小 那我們就可以更快去市場 退出我們的產品去做一個銷售競爭 定向育成它最大的不同點 就是它引進了導師的制度 而且這個導師不只是顧問 他本身就是潛在性的客戶 這點是讓我認為定向育成裡面 最大的價值的地方 那這次參加南科定向之後 這些導師他很積極的幫助我們的溝通上面 然後跟大公司的一些關係的建構 他們在中間達到一個非常好的潤滑劑的效果 我們發現還有一件事情是 必須要了解大企業對於面向市場 它那種接深恐懼的原則跟態度 透過STARFAB這樣的一個轉譯的過程 讓很多的新創團隊 能夠在未來協助很多的大企業 解決它不管是在生產 不管是在營運模式 甚至是新技術的導入上面 能夠形成更好的一個發展 就定下的日程呢 我們最希望實踐的就是 透過世代合作共創雙贏 那也讓大企業能夠大手簽小手 扶植新創產業的一個發展 讓台灣的產業能夠因為創新而轉型升級 再次站在國際舞台上 讓整個台灣的一個經濟活力能夠更展現 而是在國際的最終的組織 就在國際上 在國際上 在國際上 下課